男子開著小貨車到處收雲垃圾 一包一包往車上班 大包小包的廢棄物往車上丟 看似合法的清雲業者 但隨後沒過多久 竟然出現環保局清潔隊垃圾車 將對方的廢棄物全數再走回收 整個過程全被拍下 台中市東南區清潔隊成型隊員 利用出勤控檔 先將隨車人員送回 再獨自駕駛垃圾車 與銷信非法業者接頭 以每車400至500公斤 新台幣1000至2000元 不等的代價作為匯款 非法勤運141次 不法所得128000元 設定了這些收運車輛的 固定電子圍離區域 一旦這些車輛 如果有偏離電子圍離的話 那我們的群組裡面 就會有推波的功能 當時候發現它是已經 很偏離到隔壁的行政轄區 它已經有大概了解說 大概哪些時間 是有一個空檔的時間 再來從事這個不法的行為 根據瞭解消息業者 為領有廢棄物清除 處理許可證 卻非法代收垃圾 並透過該清潔隊 亡姓隊員 仲介誠姓隊員 進行非法清運 不法力得約35萬9555元 這兩名涉案 這兩名涉案清潔隊員 去年及今年就遭解雇 全案連同業者一共四人 以違反貪污制罪條例 及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訴 分別以十萬元五萬元交報 現在是王子憲人 就在台中採訪報導 之後